要去高雄 溫度很高 太陽很瘦 要去高雄 安拔 短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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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高雄 一首啤酒 六個朋友 為什麼特別選要去高雄 不是去比如說屏東啊 台南啊 什麼地方這樣 我是Ada 這個歌名就由我來說她的由來好了 我覺得她這樣是很正確的 你知道因為廣播看不到人 一定要講我是誰誰誰 然後怎樣怎樣 她是被鼓手未胖訓練出來的 大白來上節目就訓練出這個方法 來Ada 趕快告訴大家 為什麼是要去高雄 不是去比如說台東啊 華連啊 小鈺就是有時候創作的時候 她就先把那個歌曲的旋律先寫出來這樣 然後後來她就在練團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唱這個曲調就唱 你們的demo很特別 很宇宙文 沒錯 然後我就說 你在唱要去高雄嗎 不是啊 我亂唱的 然後後來她唱一唱就覺得 欸 要去高雄這四個字啊 好像跟這首歌的那個旋律很合 不然你只要唱什麼 要去屏東啊 或者要去台南啊 然後就不太合這樣 然後她就把歌名取成要去高雄 然後接下來的歌詞就依照這個歌名就把它 發展出來的這樣子 是 那這首歌還真的來到了高雄 你們在MV的時候還跟花媽 就是我們的市長 高雄市的市長一起 一開始有猜到說她會答應嗎 沒有耶 因為我們之前也是隨便講講 就想說 哎呀 應該不太可能啦 那天 想說如果沒有花媽 就來雲大哥好了 也很像 也很像 如果白雲不行的話 胃胖也可以參與她 對啊 胃胖 還有假扮一下 不行啊 那她是納豆 那跟花媽市長拍MV的感覺怎麼樣 不錯啊 不錯 我覺得 她很熱情 很熱情 而且她招牌微笑 終於被我們看到了 歡迎 歡迎 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說什麼 拍MV 我們是第一個拍MV的市長 謝謝 你幹嘛模仿白雲 你原來是模仿的喔 她有沒有對你們講什麼 在過程當中 還是 這時候都來高雄表演 謝謝 謝謝 我們有很好的場地 對 都來高雄表演 還有一個還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拍那個地方 星光碼頭嘛 然後星光碼頭旁邊 有一塊很大的空地 一塊跨年 然後她跟我們說 這個地方 可以十萬人 十萬人 對 下次表演要來這裡 適合辦表演 什麼樣子 嗯哼 我可以聽到 他說 什麼樣子 又要來這裡 我們坐在那邊 我們坐在那邊